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在台上,王一博像一个会发光的星星,在台下是一个很简单的普通人。 在我眼里,台上的一博就像一个会发光的星星,而台下的一博就像我们一样只是在努力生活的一个人,一个很简单的普通人。 我们看见的永远只是表面,但也不是所以的事情都需要深究。我们爱一博,无论镜头下的他是奶盖还是酷盖,我们单单爱上了这个让人惊艳的大男孩,我们不了解他,仅仅用我们可以做到的方式去支持热爱他。 人生匆匆,我们只是彼此有些许联系的陌生人,互相获取彼此的温暖。 其实粉丝分很多种,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爱一博的人,无论是什么理由,但我们希望这是不对他造成一点伤害的爱。 我见过他眼中闪耀的光,也见过他压低的茂严。 成为偶像,我们就支持他,成为演员,我们也支持他,这是他的决定,也是我们的决心。 偶尔他高水平的发挥,其实不是他的惯常或者深藏不露的外在体现,说白了就是,那个我们认为的高光时刻,是他发自内心真正喜爱的,热爱的,擅长的,真诚,善良,通透,有礼貌,有教养,业务能力强等等一系列的赞美。 除了个别真的业务能力拿不出手的艺人,粉丝所接收到的所有讯息都是他在艺人模板中被同化后输出的,是他和他背后的公司,团队在反复衡量考虑后,展现出来的粉丝对他的印象评价和爱。 除了一开始的理由,很大部分源于你为他熬夜写的小作文,课金的代言杂志,十几二十几页的反黑,营销号的正面负面的引导,以及部分大粉的顾粉洗脑式的夸赞卖惨。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说到大摩托的时候,真的眼里有光,很多爱好并且玩得还不错,已经是不小的闪光点了。 其实在那之前我都不属于任何一个饭圈的人,我至今能记得我儿时初次被电视机的明星吸引,是刘德华。 华子明年都要六十岁了,以知天命,他这辈子的成就和黑料,都够写一本字典了,其实也很多人说他给自己戴了一辈子高帽,比另外三天王类好多,但是华子就是毋庸置疑的优质偶像昂。 我不想拿一博去比较,我真的不了解他,我就是希望等到一博六十岁的时候,他也依然是我心中最好的偶像,他值得,祝一博这辈子平安福顺。